六十八岁的鲁大叔是东北石油局退休的 一个月的退休金有六千多元 自从老伴脑梗去世之后 大叔都是一个人生活 大叔非常注重身体保养 除了年年做体检之外 还进行体育运动 登山徒步都不在话下 高额的退休金也让他非常有底气 大几千的保健品说买就买 美中不足的是 大叔不会收拾家务 家里堆满了各种生活用品 衣柜里也堆满了衣服 大爷说 老伴在世的时候 家务活都轮不到他来做厨房 都没进过几次 自己只负责赚钱 这家里咋这么多东西啊 不会收拾不知道从哪下手 瞅瞅啊 你看这屋是休息的屋 说这被子 你都卷上了 我这总那么叠 总那么叠呀 你看嘛 这就是收拾不会收拾啊 看这屋 哎呀 这屋都扇上了 扇上是啥意思 这都啥东西穿上啊 这都有 都是一年啥的 都是衣服 就是你平时一年四季穿的呀 都啥都 可谁曾想就是由于老伴把自己照顾得太好了 以至于现在大叔甚至连洗衣机都不会用 面对杂乱的房间也无从下手 不仅如此 吃饭也是随便对付一口 在大叔的阳台上摆满了一些素食罐头和预制菜 这些都是大叔在网上买来的 主要是图方便热一下就能吃了 这老多快递盒子 我晚上买的 是你呀 嗯 你买的啥呀这是 就是这个罐头 啊这是自己吃饭不行啊 是不是啊 买点罐头啊 买点罐头对付一口呗 对 啊这番茄 红烧肉 咋吃啊 现在就能吃 就不就点饭呢 就就饭呢 啊就饭吃 就是就吃饱了得了 但是像这个 啊排骨啊 这都现成了就直接吃了呗 到时候热了 这一热就吃了 有时上楼下吃 要找老爸 还得女人 没女人 看着现在的生活状态 鲁大叔感慨 家里没个女人是真不行啊 如今老伴去世已经八年了 鲁叔也在慢慢适应一个人生活 但现实告诉他应该把步子往前迈一步 鲁叔告诉红娘别看生活方面他不在行 但是在花钱方面他可从来不用考虑 那么鲁叔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老伴呢 红娘找到了六十岁的白衣 别看白衣六十岁了 却依旧还是长发飘飘 洗上眉梢 据白衣说 自己刚从西班牙回来没多久 现在目前租房住 自己有一套四十平米的公租房 由妹妹暂住着 这是我住的房子 那到底你有没有房子 有房子 公租房子 我妹妹嘛就是暂时在我那住 她那房子还没下来 那他们在你的房子住多长时间了 住 我出去在西班牙待五年 十五年了呗 你在国外待着了吗 对啊 姑娘在那儿 姑娘在西班牙 上孩子那儿 对上孩子 就这一个姑娘嘛 那你这是刚回来呀 对啊 回了三个多月了 那你这一次是回来了 完了妹妹她们还在这儿住 就是你一人没 没脸的 没脸心让他们走 对对对 你自己就宁可在附近 又租了个房子 对对对 暂时住着 对 暂时住了 搬走我再回去 你妹妹一家人连孩子在查的 你就来回搬挺飞机 我一个人拔腿就走 从白衣的房间布置就能看出来 白衣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衣服都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那这东西也没啥东西啊 没有啥 这个住房的要求可不咋高 我怎么看 不高 我对啥要求都不高 你看就我就感觉 你看你在西班牙待完了 回来 在这种这啥也没有的房子里住 你也能生活 对对对 这个年龄呢 没有啥要求 我不挑 要求不高 就是平时你这个 花椒上可能就是对穿的要求 穿的好多贵的都是姑娘给买的 正常的衣服我都是几十块钱在网上买的 我啥都能接受 这都二三十块钱 真的呀 真的可便宜 那只能说明你太会买东西了 根本看不出来 我现在说我有衣服价 就像这带不对 这带带衣服价穿着多好看 那新店比太多了 穿的不要紧 前两天上童儿谱了 买几件衣服七十八块钱 也都特别好看 我买的三件 我没有自己花签吧 买的 没有 舍不得 舍不得 不会乱花钱 最大的爱好就是唱歌 而唱歌也是为了忘记那段不幸的婚姻 我是93年我就那啥离婚了 带着孩子 他就是酗酒 酗酒特严重 他喝酒喝到啥程度 完了喝酒喝多了 走马路一卖大豆腐的 他就给那个什么 给那个豆腐都给你送饭了 万一卖豆就找他理论 完了伸手就揍人家 完了我们胡家族连打他骂的 你俩他全打呀 打伸手揍 那你啥原因呢 他啥原因呢 就是看你不顺眼了呗 那比如说你是说啥话 你埋怨他了 埋怨他回来晚了 还是埋怨他喝酒了 不是他回来他进屋 他就找茶 比如说呢 比如说好比我在那哪个就是做饭了 或者是整啥 丑子他丑子不高兴了 他就骂你 那你帮死了打 他不管你脑袋屁股 经常脸上青块 嘴块像大牙半 让他给我打的 眼眶青 总那样 我一天上班都没有那啥 没有小模样 天天那 我们同志说 你看你没有高兴的时候 那咋高兴啊 婚姻里经历的种种 白衣至今都历历在目 只是不想再提起 离婚后的三十年 独自一人把孩子拉着大 如今孩子已经成家 自己也该为晚年生活做打算 这个我还没有啥太高的要求 丑尊就都无所谓 因为性格得好 抽烟喝酒 憋酒膜就行 两人刚一见面 鲁大叔见到年轻靓丽的白衣 差点连路都不会走了 白衣看到大叔 走路不太方便 担心大叔是不是身体有问题 大叔听到后 马上登轮子 证明给白衣看 你可以说我老 但是不能说我不行 登车好快了 你看 红娘向白衣简单 介绍了鲁叔的情况 穿戴打扮 样样不差 缺点就是不会收拾 白衣觉得 这些都不是问题 要是真在一起了 我能替他收拾 那个你也看出来 这个家吧 房子挺大 你得有一百瓶 但是东西非常多 都会多吧 叔吧 本身不是一个 我不是收拾 我都要不收拾 多有点乱 就这样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些盒子 全是快递盒子 都买的油 都买东西 啥都买 你去买东西 花钱上是一点 就是不犹豫 不含糊 这是买的罐头 还有方便面 是这种 然后你看啊 这个按摩椅 看这个 各种蓝光的治疗的 然后这个 还有那啥呢 蒸水的 蒸水啊 你那个 就是那个自来水 是它能过滤的 能过滤 说三千多 啥都有 啥都买 你这东西 穿的那个衣服也是吊 穿的 你这些鞋穿的多时尚 你不像那个 帆儿穿的鞋 你看他戴着个吊帽 就是这样的 穿着打扮 就是 不太会做坏的 一个收拾屋子 看点意思 别的方便没想到你 没了 没了 嗯 嗯 再看看屋吧 这两个卧室 那个就没人住 反正是送进去了 嗯 这个没看过 你看这背 不会归着好 回去卷捏了 就放回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就是 熟大概生活的环境就这样 嗯 这个这无所谓 来的可以归路嘛 嗯 都不耍问题 来的可以归路 没有用的 跟他协商一下 就不要 就扔出一碗 对于鲁叔 白衣还有一个顾虑 就是白衣喜欢出去旅游 不知道鲁叔能不能跟上步伐 谁知接下来鲁叔的一段话 让白衣认定了他 对于白衣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晚年遇到一个踏实 真心过日子的老伴 更重要的呢 鲁叔对白衣也无可挑剔 双方都愿意给彼此一个机会相处下去 哎呀 真心想成绩啊 其实没啥挑 主要就是两人能处得来能合手 你别人坐着饭脸就打起来了意见不统一 这也是挺主要的问题 对 沟通的 对啊 你就是性格比性啊 这个油盐酱醋啊 这挺主要的东西 两个要是不合手呢 你瞅着你干啥都不顺眼 整天打嘴仗就没意思 熟 脾气咋样 我 脾气好 脾气好 没啥脾气 嗯 熟性格好 可能稍微内向点 嗯 不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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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说 不好说 嗯 我这性格可不好 呵呵呵呵 这样子就啥 有啥看不出眼睛就要说 说完就拉倒 啊 不用啊 说什么性格呗 心知口快 说完了也就拉倒了 有啥事儿都得说 然后说完就拉倒 这样好不好 行 我也喜欢你 你喜欢这样的 对 互补一下呗 互补 你说你也不爱说话 再找个不爱说话的老伴 一天家里太闷了 闹闹 沟通起来 她不听话嘛 她不 她不气你 你要上东上东 要上堤上堤 那就行了呗 是不是 多适合过日 其实我就想找我这样的事儿 现在好一点人 我说啥她都听 说啥是啥 那我当然是高兴的 她做的不好了 我就要说她两句 她也能接受 那就最好 真是啥没做好了 一说两句 你能不能生气啊 我不生意 对 行 沟通沟通吧 我好 好 好 感谢观看